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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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今年春天 蜂农的首场战役 鹿蜂人简德源 就像个总指回关 30多年的经验 让他指挥落定 放过来 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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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着暮色 蜜蜂全归炒之际 将近200个蜂乡 每乡藏有5万只蜜蜂大军 暮蜂人汇均南下 从新北市 跋涉到嘉义竹旗 寻找春天里最茂盛的 荔枝花丛 这是一场竞竹花蜜的战役 更是一场豪赌 有关蜜蜂人一整天的升级 这个行业就像赌国 你赌对了 今年就有蜜 你赌错了 有时候赔到 连那个成本都没有 双肩丹起蜂香 蜂人轻巧而熟练地 将蜜蜂移到荔枝树下 想到天亮后蜜蜂能够带回 大量新鲜的荔枝蜜 纵使尖头担子沉重 内心依旧泛起一阵体温 但没人料想到 此刻还蓄势待发的蜜蜂大军 将有五百万枝注定阵亡 嫩黄色的碎花开满枝头 工蜂清潮而出 用口气汲取花蜜上的蜜 装进腹部的蜜囊里 想把蜜囊装满 工蜂得拜访上千朵花 将大约四十毫克的花蜜 带回蜂巢 回到蜂巢 内心蜂将立刻接手尿蜜 三四天之后 花蜜逐渐浓稠 形成蜂蜜 蜂浓看准时机 准备收成 浓烟需能蜜蜂降低嗅觉 与攻击性 在烟雾的掩护下 蜂蜂迅速取出炒垫 陡落盘踞的蜂蜜 再以刷子清扫 最后利落地将充满蜂蜜的 槽片装箱飘走 分工一气呵成 动作得快很准 才能躲过蜂蜜的攻击 将槽片放进电动搅拟机 高速旋转下 离心力将蜂蜜 从槽房中甩出 黄澄澄的新鲜蜂蜜香气四溢 经由塑胶管输送上车 没过多久 铁桶就发出即将满载的声响 仿佛吹响丰收的号角 但一趟蜜踩下来 木蜂人掀开蜂箱 蜂蜜如细语般落下 蜂蜂心里却暗自叫往 财蜜前才培养茁壮的蜜蜂大军 怎么几场仗打下来 几乎溃不成军 蜂箱里的蜜蜂死得死 逃得逃 蜜蜂的大量死亡 蜂蜂将矛头指向农民喷洒的农药 认为是农药毒死了蜜蜂 蜜蜂 果园里随处可见大片的厨师 甚至有蜜蜂中毒后 勉强飞回果园 却怎样也爬不回自己的家 这一只就是很强壮的工蜂 它去采的花粉回来 但是它采到有农药的 噴灑的药 所以它就中毒了 中毒了它现在就回不了草 虽然蜂蜂在采集前 已经再三确认地质园的主人 尚未喷洒农药 但是正值春天 果园外百花盛开 谁能保证其他的花农果农 没有适用农药 它泡泡7公里 我们现在把泡泡下去 采叭的时候 我们没法要求 现在我们泡泡要来采叭 你现在这7公里都不可以 拌不到 不是我拌不到 所有仰望的都拌不到 因为水果会受到雨损 所以有些农户就开始喷洒农药 一旦喷洒农药的话 蜜蜂就会受到农药的损伤 所以对我们来讲 都是一种折损 可是你要叫果农 不撒药不可能 因为这也是它的生计 沿街春雨还滴滴答答的下 蜂农只能尽快采收 然后将蜂箱搬往别处 另觅彩密地点 蜂群的大量死亡 就像瘟疫般扩散 死神一转身直闯东台湾 让上千只蜜蜂突然发了口 就在大地春回的三月天 宜兰罗东市区 却遭到蜜蜂军团突袭 上千只蜜蜂不断冲向民宅玻璃 然后坠地身亡 没有人知道 这群蜜蜂到底从何而来 又为何而来 有一两千只蜜蜂 都会往建筑物来撞 玻璃或是磁窗来撞 撞完了以后呢 很快就掉到地上 那大概到三四点的时候 这整条马路的地上 大概都是蜜蜂的尸体 朱先生在罗东住了将近六十年 从没见过上千只蜜蜂 如飞蛾扑火般 自杀式的冲撞民宅 朱先生赶紧发出email 向科学家求救 他是台大昆虫系教授杨恩成 飞车赶往宜蘭罗东市区的途中 带着满肚子疑问抵达始发地点 整排民宅前仍躺着不少蜜蜂的尸体 朱先生带着教授来到二楼阳台 眼见还有几只幸存蜜蜂 倒在地上奄奄隐形 看起来他们很奇怪 那这个死亡是大量的死亡 而且就在短时间大量的死亡 所以不是得病就是中毒 那我们现在不能确定 到底是得病还是中毒 那有采取一些监体 难道这又是一起蜜蜂遭受毒害案 虽然相关结果有待进一步检验查证 但眼前农药对蜜蜂的威胁 这些已经不容忽视 一旦农药污染蔓延到蜂巢内 将会造成什么后果 科学家又该如何证明 农药就是导致蜂群崩解的关键